哈囉 現在終於來到我們這一樓 就是要吃 你看他們動作最快 平時排練的時候也雖然快 不能說他們不快 就是 你看 一個個都已經拿好東西吃了 每次等下到最後 就害我沒有東西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主角 主角是誰 今天主角就是菜本身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平常在吃什麼好不好 嗨 嗨 哈囉 我要介紹一下 我最愛吃的是這個粉肉 不會 你要介紹我呢 我 我剛剛 我剛剛去 我剛剛講說 我要介紹我最喜歡的菜 我要介紹一個菜 等一下要介紹你 這個肉感覺要被拿完了 這個肉很好吃 叫做粉蒸肉 因為我現在為什麼不拿米飯先呢 因為拿米飯的話 會浪費我拿菜的時間 所以每個時間要算得剛剛好 每天四樣以上 可是會分辣跟不辣 所以加了 加起來的話大概是八樣 可是是 有兩樣都會重複 只是一個辣一個不辣 什麼 然後 我們前面有一個特別吵的人 我現在訪問他們 請問你們在彈什麼嗎 然後我們再說 體重的關係 體重 有掌金 你多重來著 我一百斤 什麼 一百斤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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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常的菜色大概有四到五樣 對 然後 可以給我多一點嗎 對 這是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就是 請問可樂給我多一點 可以給我多一點 對 因為每次打發的時候 都會碰到這種尷尬的問題 還有什麼話 這個我不要 還有一個是這個我不要 這是顯示我們挑食的 欸 不行 這個偶像沒有在挑食的 對對對 認真地評價一下 食堂的菜來部分 其實 嗯 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 我對吃的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要求 我覺得特別美味 只要看到這種肉 其實我跟你說 其實我特別喜歡吃澱粉 就是上面這種 上面會有這種粉的東西 還有這種飯 我特別喜歡吃 我最喜歡吃的菜 其實 呃 在這個食堂還沒有出現過 對對對 但是呢 我很開心就是 每天可以吃到不一樣的菜 然後 看到朋友們吃得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這樣 對對對 放XXX 請問一下我們現在要開始吃飯了嗎 現在開始試吃一下 喔 試吃 我們來展示一下好不好 就應該要晃 晃 晃的效果是在哪裡 就感覺還會比較 然後 哇 哇 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要真瑞賓 剛剛我不好意思跟你說 哈囉 結果我就介紹了粉肉 啊這個什麼肉 這個真的很好吃 哈囉 哈囉 這個真的很好吃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吃這道菜 對對對 最喜歡吃的是什麼菜 我喜歡吃雞腿 我喜歡吃雞腿 雞腿 雞腿很好吃 對啊 希望就是那個製作大大可以看到我們的需求 然後提供每天都有雞腿的部分好不好 對